在一人最新一期的秀铁片中 石川坚看着灵晴突然浑身颤抖了起来 他心中赞叹道 灵晴你的强健为什么会是如此的庄严 你这壮丽之姿 又为什么会让我如此的陶醉 而这 就要从灵晴的一段内心独白说起了 灵晴说我还依稀的记得 与坚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 见到他的第一面 我就被他那清澈的眼神 与他那温暖的微笑给深深的吸引了 现在想来 或许仅仅是因为坚的美色吧 反正见到他的那一刻 我就彻底沦陷了 之后随着生理和心理的成长 我对坚的感情就越发的浓烈 就仿佛我的胸中 要有什么东西会随时喷涌而出 要把我们给永远的包裹起来一样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坚的身边总会围绕着许多漂亮女孩 相比较之下 我知道我与坚是不可能的 这和人品无关 坚他喜欢美丽的事物是他的天性 而且坚他也值得拥有那些美丽的事物 他也应该获得满足的人生 我怎么可能去表白呢 想来仅是让坚知道了我的想法 都会令他困扰吧 于是我就按下了决定 我就这样守着他就好了 我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的 只要能在他的身边 我想我就应该满足了吧 可这却只是我的自以为事而已 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 我心中那越来越强烈的感情 就好像要把我撕碎了一样 直到有一天我彻底崩溃了 我躺在床上整整哭了一夜 那天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爱与死是并列的主题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后山 原本只是走投无路的我胡乱发泄吧 可当我筋疲力竭之时 我突然有了种感觉 虽然只是有一丝 但我心中的那份感情确实减轻了 于是我就冒出了一个想法 哪怕只是为了逃避也好 至少那也是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 而这一切就是从我那次逃避开始的 我想从那痛苦的感情中逃出来 就这样在某一刻 我忽然萌生出了一个强烈的想法 我想斩断它 我想斩断那视而不见 听之不闻却又无视不再拷问我的感情 我不愿为任何人知 不想对任何人道 这次场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战斗 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对手 我心中的那个敌人莫名的强大 若想以我的剑与之抗衡 那我剑之路就只有无尽了 然而说来也怪 当我全身心踏入剑之路时 并有所进步后 面对剑的喜欢之情却似乎并没有消失 只是我心中的情感 好像并不会再困扰我了 真好啊 我能更好的守护剑了呢 在我眼中他的骄傲 他的脆弱和他的消极 我全都能够接受 我全部都想去守护 就连他那副挥舞笨拙之剑 战胜对手后的得意洋洋的模样 也甚是可爱啊 当然 我是不会让他知道我这些想法的 我只想默默地去守护他 然而这次与刀铃的适合却不一样 因为跟剑的面子比起来 他的安危对于我来说 却是更加的重要 所以即使是以后无法再实穿立足 即使以后再也剑不到剑 我也不会后悔的 对于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欺骗 我深感歉意 而就在灵情的思绪间 他竟已经与刀铃对拼了百来个回合了 这时只见两人 突然同时一个剑步向后退了一步 然后两人又瞬间同时一剑刺出 一个侧身躲开对方刺来的剑后 他俩又同时猛地挥剑对拼在了一起 一记对拼过后 刀铃稳定住身形大笑道 太棒了 你这个女人简直是太棒了呀 灵情文言淡淡地回道 说实话 前辈您才是真的厉害了 无论其他人怎么评价您 可是只有与您交过手后才会知道 不是抱着无比的热忱 是不可能拥有您这样的剑的 现在的我甚至都有些担心 我的剑不能让您彻底的满足呢 刀铃听到这话咧嘴笑道 输赢生死那都是半调子才会关心的 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剑本身才对呀 灵情点头嗡了一声说道 我对我的剑也是很认真的 就是因为这份认真 所以对于剑技的判断 我必须得救世论事 言罢 灵情就将长剑横在了胸前 对刀铃说道 毕竟独属于我的内剑 我还未彻底完成呢 文言刀铃一脸激动地问道 没有彻底地完成 那也就是说 至少你的内剑技已经基本成型了 说吧 刀铃就不停地催促起了 灵情要他赶紧施展一下看看 然而灵情却不急不缓地说道 对于那一剑来说 我也很是头疼啊 因为我还没法精准地 控制那一剑会何时出现的 刀铃闻言笑道 原来是这样啊 那这事就交给我吧 说吧 他人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一刀砍上灵情的同时 刀铃疯狂地大笑道 如果你那一剑真的存在的话 我一定会让他呈现的 与此同时 难以置信地探导 这俩人的剑 都已经远超了我们的理解了呀 而此时的石川坚更是一脸的猛逼 他按道 那个人是灵情吗 是那个与我最亲密的灵情吗 是那个总在我身后跟着我的小丫头吗 他都已经成长到如此地步了吗 难道是一直以来我都忽视他了吗 我从没有留意过他那剑美的手型 握剑的姿势也无可挑剔 我真是该死啊 我竟从来都没有留意过这些 我为什么没有早发现呢 看他的身形是何等的强健了 是何等的庄严了 又何其的淳朴 何其的淳厚啊 灵情啊 这么多年来我竟然丝毫的没有发现 你真的好美啊 为什么你此时的壮丽之姿 会让我如此的迷醉呢